上海当局17日宣布 全市16个区都已实现受惠面清零 将分三个阶段解封 但实际情况却是原有居民困于社区 对于何时可或准踏出家门没把握 还有网友到国家反炸微博举报上海发布 发布不实信息 评论区沦陷 居民们吐槽别说小区住不去 连微信也住不去 近期中国大陆出现沿线出境 等多个异常的闭关锁国信号 引发猜测之际 一个广东省战前动员高层秘密会议录音 在网上曝光 该录音透露 广东省内将装备万顿或千顿滚装船武器系统 并明确全面对准南海、台海和美国目标 习近平提倡的心灵政策重创中国经济 日前习的重要经济智囊刘鹤 在一次专题会上称 支持平台经济发展 支持数位企业在国内外上市 但刘鹤诸招安抚科技 防徐维稳经济的举动受到外界质疑 日前河北唐山千溪县出现罕见的龙卷风 影片在网上热传 画面显示国一的黑旋风卷起巨大烟柱 呼啸着旋转直通天气 现场犹如特效大片 有不少箭如碎块被扮飞 画面颇为震撼 对此当地气象局称这是陈卷风 大陆网民表示连尘土都是黑的 污染严重 好好查查 新唐亚开电视总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